保养救急 大部分的人都像这样 赶快附上一片面膜 家里本来就会库存一些面膜 然后就会在前一天 赶快拿出来附一下 就觉得应该会有效果吧 明天这样就可以了 就是有时候可能 那要附15到20分 然后就忘记时间 然后就睡着 然后就赶快会吓一跳这样子 上班压力大 下班没时间 不过专家提醒 保养追求塑效 小心附面膜 附出更多问题 那其实这些都是 比较一时性的 那就像喝咖啡一样会上瘾 再加上我们不太能确定说 有些大部分面膜会含有 像是化学性的防腐剂 或荧光剂等等 正确的保养方式 其实必须依循队的 按摩手机全脸慢慢来 搭配汉方调理的方式 温和地从根本改善皮肤问题 那像党生如果说拿来喝茶的话 它本来就可以让一些 就是我们的气血通透 那菊花的部分 就是可以让眼睛比较明亮 像是菊花界的人生 来自于雄本的这个不知火菊 可以帮助我们的一些 就是肌肤的调理 能够更加有元气 人家强调 欲速则不达 对抗夏日暗沉皮肤 内心温柔 反而是更健康的对策 记者占用黄绍萍 看不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